歡迎來到熊啾啾帶著氣球去旅行 我是肉肉 今天要做的是紅娃達人的一條氣球做造型喔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造型呢 今天我們做狗狗的一個變化的系列 好那我們不要多說就開始囉 我們吹嘴呢我們準備一條氣球 後面大概打七隻手指 留一六五十四公分寬 那前面的吹嘴要稍微留長一點喔 大家才能綁 我們就開始囉 來 做一個四隻手指的單泡節 再做一個第一隻手指的小小熊二節就可以囉 重褲喔 再做一個一樣大的單泡節 一個小小的熊二節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把這個單泡節擺到這邊來 從這邊來 形成一個雙泡節 好 這樣子 把那個躺開沒有關係 好 來 接下來我們做一個小小的一個 我們做一個黃泡節 讓它的很多齁 三隻手指就可以了 好 像這樣子 那我們再做一個三隻手指的單泡節 像這樣 然後我們到對面來齁 然後我們到對面來齁 然後我們往過來 對面的小骨頭上面來 好 像這樣 那一樣我們再做一個黃泡節齁 我們都是一對嘛對不對 OK 像這樣子 那這手脖子在頭的中間 對不對 這時候怎麼做呢 來 錘子就用上囉 把氣球推 感氣推到中間來之後 抓住這邊的錘子 繞 在中間的地方繞幾圈 好 像這樣子 看到嗎 好的 來 再做一個一隻手指的單泡節 做它的脖子 三隻手指的雙泡節 來 做前腳 好 三隻手指的 單泡節 做身體 再來一樣 一對三隻手指的雙泡節 好 來 做後節 OK 有沒有很可愛 先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狗狗就完成了 有沒有 耳朵頭有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只要畫上表現 就完成了對不對 那這段時間 來 就準備一隻畫好的囉 讓我們看一下 好 好 這樣子 就跟著畫 或者是你們自己畫也可以 那我們的單條氣球 一個狗狗我們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精緻 好 那各位粉絲女們回去做做看囉 掰掰